第1111集 特勤局 陈志和被唐纳德带走之后 莫小鱼回到了房间里 我一会儿 陈婉莹和翟卫刚进来了 小鱼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那同学说有急事 来不了了 看来要另约时间了 陈婉莹说道 不用再约了 他们不会再带领我们的案子了 刚刚那个外国佬说了 没有他们的同意 没人敢带领我们的案子 别说是律师了 其他任何机构都难以再为我们服务 这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莫小鱼探口气说道 那你怎么办 怎么打算的 陈婉莹问道 今晚你们就先住在酒店里 哪都先不要去 听明白没 我看啊 很多事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律师不肯为我们服务 你不是律师吗 从网上找找资料 争取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 我相信你行的 莫小鱼说道 唉 我算是被你架上贼船了 我多少年都没有参与过公司上市的事了 陈婉莹说道 唉 你哥他不是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吗 你问问他有没有兴趣接这个案子 报酬不是问题 莫小鱼笑道 陈婉莹诡异的一笑问道 真的 你不会说我是趁火打劫吧 怎么会呢 你看我现在都山穷水尽了 你这个时候不打劫 什么时候打劫啊 莫小鱼笑笑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陈婉莹说完去打电话了 翟未刚看到陈婉莹不在这屋里 走过来小声的问道 唉 你打算怎么办 真要打打杀杀 看来是逼到头上来了 没办法 妈的 陈志和那个混蛋 铁了心的想要把现实生物的专利技术搞到手 他们提出的条件 是要收购现实生物50%的股权 你想想 这不是明抢吗 莫小鱼说道 嗯 还要我去吗 翟未刚问道 莫小鱼朝着陈婉莹的房间 努努嘴说道 你呀 保护好她 别出什么乱子 其他的事我来做 要是能用到你 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那行吧 你自己小心些啊 莫小鱼出了房间 到了楼下 给白鲁打电话 喂 白鲁 你给我的东西 我没办法放到主要角色身上 但是我放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 你能追踪到他们 莫小鱼问道 但是你能保证 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吗 白鲁问道 应该不会那么快分开的 如果这个方法不行 你们打算怎么办 哎 你说过要帮我的啊 给我提供技术支持 但是到现在我也没看到 你的技术支持在哪儿呢 你不要着急 这个人的房子很多 你要我说 他今晚就一定住在哪里 这也不现实 而且他的保镖 都是白宫特勤局退休的 很难缠的 不好对付 你要小心一下 白鲁这话 倒是真的在关心莫小鱼了 我知道 你把地址给我就行了 莫小鱼说完 就挂了电话 莫小鱼到唐人街时 林侯和红野正在喝茶下棋 见莫小鱼回来了 抬手招呼他 哎呦 小鱼 来来来来来 喝点茶 这么热的天 还在外面跑 热吧 因为林侯回来了 莫小鱼感觉到 红野对他的态度 都热情了很多 哈哈还可以 哎 这谁赢了这是 莫小鱼看了看棋局问道 林侯没有看棋局 而是看下莫小鱼问道 谈得如何呀 嗨 谈崩了 他们的意思是 生吞活泼了我们 那这生意怎么谈啊 那你的意思呢 林侯啊 不像红野那么 不管不问 他来这儿 就是为了协调 自己的人和红野的人 为莫小鱼出一次头呢 所以问得很仔细 哦 我正在等消息 这样吧 我的意思呢 是红野是本地人 他的人 能不用就不用 我呢 带两个巴黎出来的兄弟 去端了他的老窝 这家伙很不是个东西 万一被他查出来 是我门内的兄弟做的事 想摘都摘不干净 所以 本地的兄弟 还是先避一避 莫小鱼说道 哎 你这话 说的就不对了啊 本地的兄弟 对本地才熟悉 做什么事 才能得心应手 进退自如 红野一听到 莫小鱼这么说 无论是真心 还是客气 都说了这番话 虽然这话 是说给莫小鱼 和灵侯听的 但是毕竟是说了 这是表态 所以莫小鱼 和灵侯 无论用他们的人 还是不用 都要领这个情 你怎么看呢 灵侯问道 说实话 这次的事 完全是我自己的私事 把门内的兄弟 都牵进来 这也不合适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这样吧 巴黎来的兄弟 和红野的人 一边出一个 跟着我去就行了 让他们在门外放风 我呢 自己进去 人越多 动静越大 到时候 可能伤亡就更大 莫小鱼说道 灵侯又看向了 红野 那意思是 问他是什么意思 灵侯啊 不是我说丧气话 小鱼是不是不知道 唐纳德的为人呢 这个人呢 心狠熟辣 据说雇佣的保镖 都是白宫特勤局 退下来的 虽然不是最佳的年龄了 但实力很强 即便是知道了 唐纳德在哪里住 要想到他的身边 你自己一个人哪 不大可能啊 红野说道 灵侯也很担心 莫小鱼虽然是个人才 去了日本除掉了秦雷 但是据他所说 这秦雷都快病死了 莫小鱼只不过是 捡了个便宜 可是唐纳德 却是活蹦乱跳的 而且最难的是 他的保镖可是出了名的难产 里根之后 再没有美国总统遇袭事件 这和白宫特勤局的保卫工作 是分不开的 世界上每天不知道 有多少人想杀掉美国总统呢 但是他们一直活得好好的 这就证明 美国白宫特勤局不是吃素的 红野 不是是怎么知道的 无论成语不成 我一个人都好脱身 人多了反而会乱 莫小鱼说道 红野不知可否 林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相信莫小鱼有能力 但是正如老红所说的那样 这样做太冒险了 势单力薄 主要是对方的实力太强了 此时 莫小鱼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莫小鱼拿出来一看 是白露发来的地图信息 已经锁定了唐纳德所在的位置 而且为了莫小鱼的安全 白露协调了一个人 已经前往目的地了 终于戴了三人 封密开 无论 剧开